好 我們上一堂課 講的東西有沒有問題 OK 那我們 來看一下我們說 在上一堂課我們已經講到說 如果 有一個 曲線的 運動 我們說我們要討論這個 物體呢他到底 他的速度的變化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首先呢 是舉了 第一個部分的話來是舉了一個 所謂的 延周運動 的例子 那 為了使我們討論的問題 更簡化 那我們把這個例子呢 就 再 簡化成 這個 那個等數的延周運動 那 等數的延周運動 討 討論出來以後 我們發現說 我們的加速度 A 是可以把它寫成 延周運動的半徑 分之 V平方 OK 這是 在延周運動的部分 那 我說 這只是 但是 延周運動裡面 他的速度是 定值的時候 好 這 uniform的部分 就是屬 屬於 V是 Constant OK 那我們說 general form的部分 V就不一定是Constant OK 那我們在上一堂課裡面 把這個推導出來以後 我們說 這個加速度 A 我是可以把它 寫成 依照定義 他本來就是速度對時間的微分 那我可以把它改 這個寫成兩項 一項呢 是 跟這個切線相關的 那 他是速度的一個變化 那另外一項呢 是跟這個 你現在 這個 這個 Uc 打跟 誰的時間的改變 或者我把 V直接就 寫成 V Uc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他其實是這兩項的微分 我們針對這兩項 微出來的結果呢 把它寫到下面 好了 我說前面這一項 因為你速度對時間的關係 我還不是很清楚 把它 擺在這裡 但是 你現在是一個 延周的運動 那 Uc打對時間的關係 是非常清楚的 那 我們說這個微分出來的話 就是等於 負的 R分之 V 的 UT 就是 UR的部分 那換句話說 在這兩項裡面 對 C塔方向 和 對 鏡像R的部分 全部都 很清楚的呈現出來 那 這項 基本上面 是改變了 它的速度的 大小 那這項呢 我把它寫成正的 OK 或者 負號把它放在 裡面好了 你看到 你看到了它是 負R的方向 負R的方向是哪個方向 我們說 延周運動 R的方向是 這是 向量R 那 UR呢 就是 單位向量 那 Uc它呢 它的切線方向 那你可以看到 負的UR 就是指向什麼 延芯的部分 所以 這個 整項 就是我們所謂的 向心加速度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切線加速度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這是在上一堂課的 的 我們所看到的 一個情況 那換句話說 你非常清楚的 已經知道 這一項是改變 速度的大小 這一個呢 是改變 速度的方向 速度本來是從 C 塔的方向 這個速度本來從 C塔的方向 OK 那它呢 有一個 改變 它的改變就是 有一個分量是 形象的方向 讓它下一瞬間 已經朝 這個方向 來運動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是 圓周運動的例子 那 全部的問題都是在 圓 一個圓上面 只是一個是 等速圓周運動 一個呢 是 可能是 變速度 但是它是一個 general form 那換句話說 等速度 的時候 速度就不會 速度的大小 不會改變 所以這項就是零 這個就是我們 上面 上面就是 這一個的 special case 好 那現在我們再來看 我們說 我們最終還是希望 知道 任何一個 曲線的 一個 這個 運動狀態的情況 應該要怎麼樣來表示 那我們就 真正的 任意一個 運動狀態 那我們看到 我說在 SY 座標系統 裡面 好 那在SY 座標系統 上面的話 有一個 物體 在這邊 運動 那我們看到 我把它畫 傾斜一點好了 OK 那在這邊 運動的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看到的是 任何一瞬間 他的速度方向 都是跟路徑什麼 切線 所以 你看到 你整個的 這個 運動的 pass 是 這個 這個 我們可以看 倒是 是 我們配板上的 白色的 這一條 那 在這樣的一個 條件 底下的時候 我們說 我們說 我們 我們 目前 因為你不是 圓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表示這個 速度的方向呢 我說一樣的 我可以在任何的 我可以在任何的位置上面 做 兩個 不同的 方向 一個呢 就是跟這個 pass 切線的方向 那 我們說他叫做 ut ok 那 ut呢 就是跟這個 pass 平行的 unimeter 他另外一個呢 就是跟這個切線 垂直的 方向 那我們說 他是un 我用a 因為他隨著路徑在改變 他 那換句話說 這兩個unimeter 是不是固定 他的方向 是不是 不是的 因為 我們看到 你隨著位置的變化 在這裡 ut 是這個 然後 un 是這個 對不對 因為 隨時 你的pass 在改變的時候 那你的ut un 都會跟著改變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看到了 我們說 那 我現在我 已經把這兩個單位向量 定義出來以後 我就可以把我的速度 直接就寫成是 ut 然後 大小是v 方向是切線方向 對不對 所以 加速度 a 依照定義 他本來就是 速度的變化 那換句話說 我們就把 我們的 vut 把它 放進來 那我們看到了 這個 v 並不是定值 他隨著位置在改變 ut 也不是定值 他也隨著時間 隨著位置在改變 所以 我們看到 v的部分 把它固定住 把它固定住 我們先固定ut好了 對v為分 然後呢 再對 v固定 ut為分 這圈入 應該沒問題吧 已經弄了那麼多次了 好 同樣的地方是 這項裏面 速度隨著時間的變化 我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還不知道 跟這邊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把它保留住 保留住的話呢 我已經知道了 這一項 其實是在改變 速度的大小 他的方向 是什麼 切線的方向 在沿舟運動上面的 切線方向 就是我們所謂的 優勢他 這樣有沒有問題 OK 好 那你現在 你看到了 你現在你看到了 我們要處理的是這個 ut 隨著時間的改變 是多少 那我們看 我說 基本上面 ut ut是這個 這個方向 那 他 把它畫在這裡 在這一瞬間 到了下一瞬間 他已經是 從這個 改變成這個 我用ut 我用utplung好了 那你現在你看到 他的改變 就是我們所謂的 data ut OK 那這個data ut呢 基本上面 我們先看到的 這個角度 我 我說 他的大小 是 dc 他好了 dify好了 因為我們 避免跟那邊的c 他 把它放 我說這個是 phi 角 OK 那 這個phi角 的部分 data ut 其實對 底翻很小的情況之下 data ut就好像是 這個的 浮長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看到了 當 d5 來 趨近於0的時候 betaut OK 他基本上面 就是他的半徑 ut的大小 乘上d5 那ut的大小是多少 多少 ut的大小是多少 啊 ut大小是多少 多少 ut的大小他是univator啊 univator是多少 假設這個問題你都回答不出來就表示你有一些東西你被掌握住 OK 所以ut的大小是1 換句話說這個意思1 換 那你就是 define 所以 你看到的 我們說 我們這個 dut dt 其實 就是 limiter data fine fine 趨近於0的時候 那 我們可以看到 data ut 我們看 t好 那 相當於你就是在計算 d5 dt 他有沒有問題 那by的部分是在哪裡 我們說 這個角度 基本上面是 ut的變化 那 我們把 他的un 延長 因為un是跟ut垂直 所以 這個角度的大小 其實就是 這個大小 所以他是d5 OK 好 那我們看到了就說 你他是d5的部分的話 那d5 dt的部分 我們可以知道 d5 來 這個 是他的浮長 我說 在 data t 時間裡面 這個particle 從 a 點 移到b 點的部分 他的浮長 那他對 ds ds 對dt 換句話說 我們看到了 一件事情 dsdt就是 從a 點移到b點 那他的什麼 這就是我們的 速度b 對不對 好 所以 我們看到這個 其實就是 速度b d5 ds d5 跟d5 的關係是什麼呢 我說 基本上他是 浮長的 這一部分的話 那這個的半徑 我 他用 zou來表示 那換句話說 dx 是不是就是 等於 zou的d5 也就是說 d5 dx dx 是等於 zou分之 1的部分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把它帶進來 這個就變成 zou分之b 放進去 放進去 所以你現在你看到了 這一項 dut dt的結果 其實 其實 他的大小 就是zou分之b 但是 你不要忘記一件事喔 這是一個向量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看到 他的變化的時候 其實是 他有方向性的 因為 你隨著時間在改變 這個v在改變的話 這個 dut 是 在改變的 那我們看到 data 很小的 data 很小的情況之下的話 換句話說 dut t其實就是什麼 un的方向 對不對 所以 在這裡面 你隨 你把它 計算出來 除了他的大小 以外 你要把un 方向把它加進去 那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un ok 好 那我們看到 我們這個 已經計算出來以後 我們把它帶回去 a 就會變成是 ut db dt 再加上un 然後 zou分之b 我們看到 一樣的加速度 a是 分成兩個下 一向 是他的切線方向 這就是我們的 切線加速度 另外呢 這一向 它是什麼 它是跟 路徑垂直的 它是跟路徑垂直 因為un 是跟路徑垂直 所以這一向的情況呢 它是什麼 它就是我們的 它就是我們的 限加速度 ok 這一向改變的市場 它的 大小 它只改變它的 大小而已 那這一向呢 它改變的是 它的方向 那 我們就在這邊 我們就看到了 兩個加速度的向 出來的 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 再進一步 我們看到的 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這裡面 你跟 沿舟運動 比較一下 你會發現 沿舟運動 就是這個 zou啊 就是我們那邊的什麼 R 也就是沿舟運動的半徑 所以我們平常我們把 dou呢 就叫做什麼 曲率 半徑 那 ok 換句話說 在這裡 這一點 c 這個c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 視為是一個 曲率中心 ok 所以 我們會發現 我們的un啊 其實 就是 它的方向就是什麼 就是 指向曲率中心的 單位向量 這樣能夠了解了嗎 好 所以 在 整個 非常清楚的 你就可以知道 任何一個 這個 運動的話 我們都可以把它的整個加速度 分成兩個部分 這兩個部分呢 一個是改變它的大小的切線加速度 一個是改變 它的方向 ok 改變了它原來的方向的 法線加速度 也就是 我們的 指向曲率中心的 一個法線加速度 那 這個法線加速度的大小 跟它的曲率半徑有關係 然後 跟它的 速度有關係 所以 你越 capture 越大的 就是等於 曲率半徑 越小 你可以看到 這兩個 這個是 曲率半徑很小 這個是曲率半徑 很大 那 曲率半徑 越小的 它所需要的 什麼 它所需要 改變它的方向的 向心加速度 的部分 就要什麼 也大 ok 就是 在 兩個部分 那你 你 看到我們 第一個 case 等速 延伸運動的時候 就是 這項是等於0的 special case ok 然後 延伸運動的情況之下 就是 Rose等於R的 special case 好 好 那我們 到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那沒有問題的話我們接著我們來取個例子 你們都知道啊 任何一個 水瓶泡射物體 ok 我說 有一個物體 當 當時間 T等於0 的時候 它的速度 是V0 ok V0呢 是在 I的方向 然後 它就水瓶泡射了 這是你們常常處理的問題 那每一位同學都知道說 在這個問題里面 是受到了什麼 地心引力 那它有一個 加速度A 加速度A的部分 它的大小 是等 負基的 這一方向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這都沒問題嘛 那這個問題我要問 一個 這裡面的向心加速度是多少 切線加速度是多少 我這樣的一個問題 反過來我就要 你就可以去思考 說 其實這個肌啊 是 有兩個部分的作用 一個部分呢 是什麼 它隨時隨地 是在改變它的運動的 大小 對不對 就是我們的 曲線部分 另外一個呢 它是 隨時隨地 在改變 這個速度的什麼 方向 就是我們的 法線加速度的部分 OK 這兩個部分 at 加 an 它加起來的結果 就是 我們的 g 也就是 負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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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接著我們就要問 他是多少 他是多少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g 其實他有兩個作用 一個就是一直 一路上在改變他的方向 一路上在改變他的 大小 好 那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問題來講的話 還是回歸到我們 剛剛在這邊 所看到的 我說你要去求 切線加速度的時候 那你就是 要看 速度對時間 的關係 那在這個問題裡面 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我們的加速度 只有在 z方向 所以 你的速度 我們可以 把它表示成 x 方向的 部分 跟 y 方向的 部分 那在 x 方向的 直接這樣 写 那在x 方向的速度 呢 他是等於 v0 那他完全沒有加速度 的情況 所以 他一路上維持 v0 那在y 方向 的速度呢 你知道說 他是 by d 等於0 的時候 是等於0 那我們也知道說 他 這個vy呢 你可以計算出來 是等於 負 gt OK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 我整個速度啊 是可以把它寫成 v0i 減掉 gt 的j 就是 在任何 每一個時刻的時候 我知道的速度的情況 那這個速度 我仔細計算他的大小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這是 v0平方加 g平方 t平方 因為 這兩個方向是垂直的 換句話說 你現在要求 divd t的情況之下 那divd t 就等於d t 那v呢 你把它開根號 這個就是我們 v0平方加 g平方 t平方 的 開根號 對時間的微分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會不會算 這個會不會算 這等於多少 我們速度隨著時間在改變 那也是我們的 所謂的切線的加速度 那 這個切線加速度 跟我們知道的 總共的加速度 是 你看到了 只提供了一部分 出來當 他改變速度的 這個g只提供一部分 是讓他這個物體在 運動的過程當中 他在改變速度 那 接著 就要看 那 an是多少呢 你已經知道 total加起來 是g的話 那我們可以 就把 an 其實 就是等於 這兩個向量合成 是g 那 換句話說 an呢 我可以把 an的平方 加at的平方 就是等於 g的平方 所以 an 就是等 根號 g平方 -at的平方 那你把他帶進來 就可以算出 at的值 所以從這個例子裡面 你看到了 雖然 你平常 你看的是一個 合成的 一個 加速度 g但是他卻提供了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 切線加速度 一個是 髮線加速度 的部分 好 到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這個chapter就 算結束了 我們正式進入 就是 運動學的部分 我們大概已經就結束了 你要 知道 在運動學裡面 我們不管你的力的來源 我們只管 你在運動狀況 在任何時刻 任何位置 任何 速度底下 加速度 速度 跟位移 跟時間 這個四個 變數之間 他們之間的關係 那你怎麼樣去計算出來的情況 啊 剛剛有同學問了一個 問題 這個問題的話 我在這邊再解釋一下好了 同學問的問題是這樣子 當我們在計算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un是不是在這邊是必要的 是不是必要的 腦袋聽課的時候不可以空空的 你 現在你們大一你就是要訓練 你在聽課的時候不是把黑板的東西抄下來 黑板的東西抄不下來的時候還有錄影帶還有 還有課本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什麼 每一塊你都要了解 抄筆記是一個功夫 但是你要在當下把老師的思緒變成你的 去考量 要慢慢訓練 然後 然後 剛剛的同學講 很展丁結帖講 要 隔壁說好像有道理 這個部分是有什麼 純量 這是一個向量 向量的微分 向量 對啊 一翻兩瞪眼 向量就要代表 方向跟大小 你只有大小而已沒有方向 不對的 所以你要把方向補進來 方向在哪裡我們剛剛已經講了說 他在很小的時候他就是垂直 垂直他就是UN的方向